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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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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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其實已經實踐了實體考試兩次 那都是免費的從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剛剛考完的 那未來我們是真的是很希望能夠implement這個學分的制度 因為空大就是終身學習的大學 那麼真的我們從這個平台裡面發現 其實蠻多終身學習者不一定是大學生 我聽說也有從很小的12歲的一直到70多歲 七八十歲都有他們真的是來參與學習的 所以未來我們應該要是努力的發展這個部分 那在台灣Live上面目前從去年9月到今年開課的20門課裡頭 前四名是如同各位所看到的這樣子的順序 當然為什麼可以到1000多 那甚至李老師那邊有些課到2000多 老師們要做很多的promotion 也就是做要投入很多的這個廣告 然後去讓大家都能夠知道這門課就會來參與 那其實很多課是進行到中間 不斷的有因為它的reputation很好 不斷的有學生學員進來註冊 但是呢因為課程是到結束的時候就已經close掉了 註冊過的學生他是可以看這些教材的 但是他不能夠再新進來註冊 那所以其實在上面經營的這些老師們 他們的經驗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他發現是以前是在課堂上面對面 跟university這個campus裡面的學生在互動 那經過這樣子的經驗他發現 其實他互動的那個範圍 包括每一個學生的特色 真的是與以前的不一樣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也是非常大的pleasure 那在上面經營過的老師呢 他們覺得不斷的想要再繼續往後做 就如同今天那個加拿大那位學者 他在說他本身就是一個pleasure 他本身就是一個exciting的一個experience 所以我們這些老師他經營過了 又是覺得非常的開心 然後也很有成就成果 Sorry 幫我 那大家都想要知道說學員從哪裡來 因為我們的這個教育部呢 這個計畫很想說 我們是不是今天早上留安之下 有處理兩個就是他的目標 第一個呢就是要 第一個目標就是這個提升高教的品質 大學的教育 第二個就是終身學習 第三個是華文市場 那當然就會知道想要知道說 我們這個平台 到底有些什麼樣子來選課修課 在這張圖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台灣Live本身 Title就是台灣Live 真正是面對我們台灣的終身學習者 到目前為止幾個月來 有86%的呢 都是來自於台灣 當然也會有中國大陸的一些學習者過來 那很Surprise me的就是說 其實亞洲其他地區 馬來西亞 香港 日本 韓國 我們會看到 凡是有一些華文基礎的 甚至他是華僑的 他們都還是會來選一些課 至於他們選一些什麼課 那又是另外一個很有趣的議題 那這邊呢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開的這20門課 主要開設的 我們還沒有算到這個 從李衛宜老師 一望那邊過來的課程 分享他們的內容 不過以後我們可以再繼續做這樣的數據 大家可以看得到說 我這邊取的是一個 所謂的平均數以上的 百分比平均數以上的 我才標起來的顏色 這邊可以看到台灣 來自台灣的學生 跟中國大陸甚至亞洲的地區 其實他們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們可以從左邊 幫各位mark這些星星 就看到說 真的是有些台灣的 比例比較多的學生的課 在其他地方 也不一定是那麼樣的popular 但是反過來也是一樣 那當然這會有一個迷思 就是說我是用百分比 百分比一定有消漲 不過這個是讓各位來看一下說 現在他們到底選課的狀況 是什麼樣子 來自於哪裡 哪些人 對哪些課 會有興趣 那我幫各位重新 再sorting 一下 這也可以看得到說 橘色這個部分 就是台灣選課的人數比例 在average 以上的 從最高排到比較低的 那這個下頭 紅色這個部分 是以中國大陸 大陸那邊來的學習者 比較多的 那他是從比較低的 這個比例到比較高的 各位可以發現到 假如未來我們想要在華人世界 去退展我們的課程 我們究竟要退展什麼樣的課程 用什麼樣的策略 用什麼樣的方法 這個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因為我們不能說 目前大部分的學校的課程 都會說哪些老師願意做 就請他來做 那這是其中一種方法 另外一些方法 就要考慮市場 這是我們一直在講的事情 那市場又怎麼考慮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像上面這邊 藍色的礦礦這個地方 安寧遼戶 林法珠 其實在大陸的學習者 如果從中國大陸來的 他的percent rate真的是比較低 因為整個不曉得 是什麼樣的原因 這值得我們再去思考 那例如說 第一個 96%從台灣來的第一門課 國際人權法律與實務 以及生活科具法律 其實這些課非常的有趣 而且做得很好 但是為什麼 中國大陸那邊選課的 就會比較少 台灣相對比較多呢 是不是跟社會文化有關係呢 假如我們要往這樣子的 不同的世界去推展一些課程 有什麼樣的想法 值得我們去注意 那我們從下面這個 最下面兩個綠點 綠框框可以看到 台灣文化旅遊以及查 以及創意生活這兩門課 在中國大陸那邊是比較popular 當然 這個數據 只不過是 由9到11月這幾門課 我來做percentage的 這樣子的一個比較 我想scientificly 這是科學上面 或統計上面 可能 他不見得能夠非常persuasive 不過 這是先給我們一些看法 一些看法 那將來我們可以從這邊 再去思考 要怎麼樣去經營課程 以及怎麼樣去promote 怎麼樣變成 能夠跟教育部 跟我們的計畫辦公室一起 把這個所謂的 成為華人地區的 一個很好的MOOC 這樣子的機制做起來 尤其李老師剛才說 大陸每個月都出來一個MOOC 每個月都出來一個MOOC 那個競爭實在是相當的激烈 那另外我們國內 現在今天這場就有四個 那我在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 不只是競爭而已 我們能不能做什麼樣的合作 那合作的可能性會是什麼 是值得我們這一場來好好的思考的 那我現在必須要報告一個 就是台灣Live 由空中大學經營的 這樣子一個平台裡面的特質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學習成就 一個MOOC的學習成就 一定會有一個玩客 就是他學完了 那學完了 那學完了就會有一個電子玩客證明 那麼現在我們台灣Live 已經實踐 已經跟一萬合作的實踐的是一個 考試的認證的證明 那今年的一月是第二次的免費考試 那接下來會有什麼樣子的Vision呢 我們當然希望說 我們希望他有這個 終身學習學分銀行的這個概念的建立 或許我們Cross平台 Crossing這個platform可以一起合作 看怎麼樣把全民的MOOC的終身學習平台 這樣子去建立起來 他的underline有些 這樣子的一個非常好的機制的話 那我們就共同可以往這個整個 營造我們終身學習社會的一個台灣社會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期待 那最後也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機制 其實我們現在的終身師 就是資科師終身師高教師等等 終身學習師 他也在這兩天 在去做終身學習法的修訂裡面 也希望把終身學習的學位 變成是正式的 不過那個都是在努力當中 已經講了很久 不過我們也是希望MOOC也能夠盡典力 是不是能夠把這樣子的能夠推上去 讓我們全民不只是一個學歷教育之後 他還是一個全民的 我們李老師有非常大的一個期 期待跟理想在裡面 我們共同一起來努力 那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2015年我們去舉辦這個全國的會考 那一共是這樣的科目 一共是十一科 一共十一科去全國有舉辦考試 那麼這邊可以看到一張圖就是 我們從台北跟新竹這兩個比較大的區域裡頭 看到這些學習者真的願意到會現場 來經過考試來驗證他的學習成果 那學習成果他們都是 我們可以看到幾乎都是蠻多是成人 蠻多是成人 那麼我們這兩個平台呢 也會發給實體的 所謂的這個考試通過的證明 將來為的是什麼樣子用呢 當然是眾生學習學位啦 學分啦 各方面的都可以去使用這一張很好的證明 那李老師這邊的平台呢 未來就會設計能夠把這個流水號 這上面左上的這個流水號 能夠在我們的平台呢 能夠提供驗證 也就是說假若一個企業想要瞭解這個學習者 這個證書的真實性 他直接上來做一個檢驗 他自己也可以來做檢驗 那就是他真正是有通過考試 多少分多少個紀錄 sorry再幫我弄一下 那考試的這個到考率 大家都會說這兩次免費的 到底能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當然第一次去年11月只有四門課 四門課確實有些是單個數字的到考人數 例如說你看到品質管理學簡單學 這邊就是九個人 前談電子學 今年的剛剛過去的1月18號 有這麼多課考試 其中有三門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分享過來的課程 還是還蠻多人的考 我們可以看到紅色字體的部分 最夯的這個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 是黃潮溪老師開的課 內門課很活潑 有114人報考 他到考的就有81 那他的percentage 就是到考率是71% 其實這個數據 比這邊的54還高一些 那當然藝術邏輯 這也是很紅的課 還有走讀台灣查這幾門課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課確實 然後他們這個到考率 這個報考的人數是比較少 不過我們是不是能夠推論說 漸漸的大家越來越能夠接受 再配上如果將來有這個 眾生學習學分 或者是跨校學分的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那是不是這樣子的制度 會越來越有用 最重要的是有用 能夠提供服務很重要 那接下來我還是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收集的資料是他來報考的 我們有了解他的背景 我們可以看得到 真的還有一些 我們說居家不一定是家庭主婦 還有可能是家庭主婦 所以他是12% 其實現在沒有在工作的人 他也是願意來學習的 那麼接下來 現在就讀大專院校的41% 就業中的46% 可以真正在這邊看得到是 這個平台本身出去的學習者 就是真的是願意 是終身學習者 不一定是大專院校 那麼還有呢 他們問他們是不是想要獲得學分 確實 百分之九十幾的都是希望能夠獲得學分 那當然平台是不斷的發展 除了這個硬體軟體之外 我們是希望未來能夠提供更多的服務 行動資源 還有我們有肢體的影音串流 除了在YouTubeYouTube上之外 那麼我們也希望能夠提供雲端的實習教室 這樣子的話 讓我們的學習者可以直接上雲端 去share這個使用這個軟體 那麼我們再來也希望是能夠有些電腦考試 電腦閱券的機制 那麼接下來 課程的履歷以及全民的學分銀行 是需要我們一起努力的 因為有些課他不斷的在開 那他過去的資歷是什麼 那這個所謂的課程履歷是 讓學生跟老師都能夠理解 在看到這門課的時候 我要不要選他 他有一些參考資料 當然 最後中生學習學位 是我們非常期望能夠做到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努力 好我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